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這天身穿白色低胸陸背洋裝 出席魂紗品牌開幕非常艷麗 而志玲姐姐的美更吸引到了粉絲 在現場舉牌告白 讓她有一點害怕咯 我覺得今天我應該像很幸運的一天 竟然有人跟我告白 以前我都覺得我身旁應該有個防護牆 或是什麼男生都不敢接近 今天還不錯 有人衝出了防護牆告白 除了那個粉絲之外 有沒有真的喜歡的男士向你表達 最近沒有 當時有人會寫信說 就說請志玲姐姐再等一等不要心急 然後說等她事業有成以後 有一天會娶我 類似這樣的粉絲很可愛 最近娛樂圈喜事連連 圈中數一數二的鑽石 王老王力宏 早前於微博宣佈了婚訊 看來現年39歲的黃金聖女 也是時候急起直追了吧 壓力到沒有 我覺得驚喜和驚訝比較多 然後我也都是看 這些媒體報導才知道的 現在知道 我非常羨慕 然後在此要獻上深深的祝福 然後我覺得 也需要常更新微博 也許好事會發生 你會用這種方式跟大家分享 或是要什麼 驚訝 驚訝 力宏的事應該我還蠻驚訝的 對 之前比較沒有聽到她在聊這些 所以我覺得好棒喔 她能找到幸福 然後能夠牽手的另外一半 羨慕極了 那我找到妳會有這種方式嗎 這樣出來就這樣 嗯 好吧我們期待 因為我覺得妳們都好像很希望這樣發生 那會在微博上面公布嗎 現在好像流行用微博 做這樣子的一個公布公開戀情對不對 對 好好好我會盡量先開始熟悉 以及常常更新微博 對 所以如果有好序會選擇像一樣的 或是可以告訴她這樣嗎 嗯 我覺得都可以吧 透過微博 或是直接像你們這樣子 見面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很好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喜悅這樣 不過事業心跟事業線 一樣突出的Jilin 在遇上代表座之前 應該不會乖乖的嫁人吧 明年開始 呃 可能 希望 就是能夠接到一部 真的可以 呃 發揮的好電影 然後就一部就好了 那其他時間 我覺得可能要讓自己 呃 多充實一下自己 然後陪陪家人 然後還有你們交代的功課 說 呃 談戀愛之類的